雍正最重视的大臣乾隆上台之后,却被抄家罢官,几乎身败名裂。 雍正一生中有五个宠臣,分别为遗亲王允祥、张廷玉、厄尔泰、李卫、田文静。 那么,这五人中,雍正最重视最喜欢哪一个人呢? 答案出人意料,并非满人,而是汉人张廷玉。 康熙去世四个月之后,雍正就提拔张廷玉为李部尚书,四年,再度提拔张廷玉,让他掌管汉林院。 雍正四年,张廷玉身为户部尚书,雍正六年,张廷玉身兼户部和李部尚书两职,雍正七年,张廷玉成为首席军级大臣。 到了这一步,张廷玉到达了清朝汉人大臣的最高度。 可以说,在雍正时代,凡有秘旨,都交给张廷玉处理。 张廷玉就是以人之下,万人之上。 雍正评价他,彼时在朝臣中只此一人,可见他在雍正心中地位之高。 所以,雍正临死之前,给干龙留下一诏,张廷玉配向太庙。 在此之前,清朝没有一个汉人大臣享受这一殊荣,所谓太庙,其实就是皇帝祭奠祖先的家庙。 雍正如此对待张廷玉,就是把他看成了家人,这是大臣至高无上的荣誉。 然而,干龙上台之后,这位历经康熙、雍正、干龙的三朝元老,却遭到了受尽凌辱,被罢官抄家,几乎身败名裂。 客观地说,干龙上台之初,张廷玉依然受到重视,虽说不如雍正那般,但总体还算不错,但在干龙十四年之后,事情急转直下了。 干龙十四年,1749,张廷玉已经78岁,实在太老了,于是再度申请退休,此前申请退休被拨回,这一次,干龙同意了,批准议员官致氏,并预致氏三张赏赐。 但张廷玉的一个要求,让干龙不高兴,即,张廷玉想再度确认一下,他的想太妙之事,怕干龙给忘了。 所以,张廷玉免官叩首,请求干龙得出一个凭证,虽然不高兴,但干龙当时还是同意了,如果到此为止,张廷玉一生很完美。 然而第二天,事情彻底变了,原因很简单,张廷玉让儿子入宫向干龙帝谢恩,这让干龙很恼火,越想越不爽。 于是深夜传旨,令他明白回走,由于是深夜,旨还未下打,第二天一大早,张廷玉就来内庭谢恩,这让干龙大吃一惊,认为这是有人泄露了消息,而当时值班的军机大臣中,有一个是张廷玉学生。 所以,干龙大发雷霆,立即召开会议,商议剥夺张廷玉的官决,削据他的伯爵,霸去配想太庙的幽容。 更为重要的是,干龙彻底撕破脸皮了,把十多年来忍住没说的话都说了,以打脸的方式质问张廷玉,是斯太庙配想,皆左命元勋,张廷玉和功继,需牛耳与之比监护。 当时,干龙还把历代配想之臣开了个名单,让张廷玉看一看,他够不够资格配想太庙,让他明白回奏,最终,张廷玉被取消配想太庙资格,罢官拒绝回老家。 但伏无双至祸不单行,很快庆家被人举报黑材料了,而庆家原本就是张廷玉举剑的,因此,这一下又把张廷玉牵扯进来了。 在干龙看来,张廷玉举剑之人,品行低劣,那么张廷玉也不会清白。 于是,干龙派遣亲信宣旨,主要做两件事。 一,把三朝皇帝给张廷玉的所有赏赐都收回去,二,抄家,找张廷玉的黑材料,一旦找到,知道文字语,其中,张廷玉知道第一点,但没想到还有第二项内容。 其实,干龙当时对亲信有过吩咐,要仔细检查张廷玉的私人文件及藏书,看看其中有没有对干龙的怨恨之词等。 好在张廷玉为人谨慎,所以即便干龙派了二百多人抄家,开箱砸锁,挖的三十,依然没有找到张廷玉的黑材料。 张廷玉虽说躲过一劫,但被罢官抄家,如今几乎已身败名裂了。 后来,张廷玉尚书请罪,干龙自诩仁慈,自然宽有了张廷玉的罪过,但依然深适了一番。 总之,经过干龙的搓柔捏打,张廷玉已经彻底一败不地了。 1855年,苟活了五年的张廷玉,最终在凄凉中去世。 获知消息之后,干龙反复琢磨,最终还是给了张廷玉配想太妙的资格。 或许这是干龙可怜张廷玉,或许是干龙不想对不起雍正吧。 让人很难理解的是,为何干龙如此乐待张廷玉? 其实很简单,从干龙的手段来看,要么是借助打击张廷玉,来威徹其他大臣,要么是一种心理变态的表现,要么是干龙可博寡恩。 Г今日は offic英阿弥医摄影,要么是故事两个大臣,要么是胜